大家好,我是韩凡 蛤蟆头雕过金蝉 然后在金蝉后边这个地方 多出一块肉来 多出一块肉的呢 就没有把它雕成什么包 或者铜钱圆板 就在这多出一块肉的地方 就给它做了一只小金蝉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高端大戏上档似的 用铅笔给人画上线 画上线之后就发发发 一用小发发的保铅针 给它保出来 就是把这个大型上线给它做出来 然后细节赶着做赶着修 再做出脸上 这个小金蝉脸上的一些细节的 一些小嘎的纹 然后再做一些 它这个小爪子的一些细节的地方 然后眼球给它精修一下 看一下这个脑门 都给它心里干干净尽的 然后在最下面的一个 大点的地方 给它做了一个很大的铜钱 然后就是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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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给它叼叼叼 0.5的小球针 把金蝉这只最小的小金蝉脸上的小光 这个细节丰富一下 要不然不用这个小球针走一遍的话 感觉特别嫩 一个好的作品 就是说不但这个大型的比例 要正确 看起来和谐顺眼好看 那么细节做的干净到位 好了本视频就说到这了 给好朋友们欣赏一下这个成品的效果 评论区等你们 别忘了给我留个关注 我是韩凡 谢谢 不然揮手懒伤 部落赶 不然揮手懒伤 不然揮手颂禅